欢迎收看畅所预言 在古希腊文明中充满着许多神话和传说 古希腊人坚定相信天神是真实存在的 所以他们敬畏天神 古希腊人认为 这些天神是大自然力量的象征 代表着宇宙的起源 根据希腊神话的记载 众神就跟平凡人一样 会烦恼、难过 也会产生气愤、怨恨的情绪 他们彼此之间有情爱上的纠葛 也有冒险与力量的展现 希腊神话对于世人而言 是精神上的寄托 是艺术的灵感 也是人生的延续 故事吉人生 预言都道理 欢迎收看唱耍预言 上期我们说到 为了解决雅典每九年 都必须送上七个少男 七个少女到克里特岛上 给牛头人生的怪物 米诺陶兹 雅典国王的儿子特修斯 决定平身而出 潜入迷空中 对抗牛头怪米诺陶 来到克里特岛之后 特修斯便四处打听 牛头怪米诺陶的事 但是 所有的百姓 一听到米诺陶的名字 就害怕的加速离开 在被献祭到迷宫前的那一晚 特修斯特意避开 看守者的监视 偷偷地来到迷宫探路 没有想到 这座迷宫 远比他想象的还要复杂 所以 特修斯也无法掌握 各处的位置 这个时候 米诺斯的女儿 阿利亚德尼公主 来找特修斯 原来 阿利亚德尼在雅典的船 已靠岸的时候 就注意到 在一群神情不安的少男少女中 有一个表情冷静 气势非凡的男子 有四重告诉阿利亚德尼公主 特修斯的真实身份 是雅典的王子 一想到 特修斯很有可能 会被牛头怪残忍杀害 阿利亚德尼 就觉得非常心痛跟紧张 于是 他趁着天色昏暗的时候 跑来找特修斯 早在这座迷宫 刚盖好的时候 阿利亚德尼就私底下 找过工匠戴达罗斯 打听 如何走出迷宫的办法 当时戴达罗斯什么都没有说 只交给阿利亚德尼一团金丝球 如今 他把这团金丝球交给特修斯 告诉他 你一进迷宫 就在入口处绑上丝线 走到哪 线就拉到哪 这样在迷宫里就不会迷失方向了 还有这把宝剑送给你 相信这把锐利的剑 一定能够助你一臂之力 特修斯对美丽温柔 又充满智慧 以及毅力的阿利亚德尼 非常感激 他承诺 只要我能够顺利的走出这座迷宫 我一定会来娶你 亲爱的阿利亚德尼公主 第二天清晨 特修斯跟其他的少男少女 被押送进迷宫了 特修斯听从阿利亚德尼的指示 小心翼翼的把线绑在入口处的柱子上 在灯光昏暗的迷宫里 特修斯一直把手放在剑箱上预备 他再三提醒大家 千万不要大声地喊叫 也不要乱跑 以免发生危险 结果话才刚说完 就听到一阵怪物的吼声 紧接着走在最前面的男孩 就被隐身在黑暗中的牛头怪 米诺桃抓起来了 几乎所有人在当下 都尖叫着四处逃窜 只有特修斯一个人 勇敢地拔起剑 上前去跟米诺桃对抗 特修斯的剑 狠狠地划过米诺桃的手臂 感受到疼痛的米诺桃一松手 特修斯就冲过去 拉着差一点被吃掉的男孩逃走了 即使是从小就住在这里的米诺桃 也不敢在迷宫里乱走 因为地形实在是太复杂了 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年来 他都无法离开这里的原因 特修斯要刚才那个男孩 把其他还活着的人 顺着线的方向 回到入口处去等他 特修斯回到刚刚事发的地方 沿着地板上的血迹 顺利地找到米诺桃 二话不说 特修斯紧握着剑柄 快速地朝牛头怪的身上砍去 米诺桃被刺激的情绪更加激动 一直企图用坚毅无比的牛角 冲撞特修斯 毕竟在灵活度上 特修斯更占优势 他左闪右臂 趁着米诺桃不注意的时候 一剑风红 成功地斩杀 困扰雅典百姓多年的怪物了 特修斯沿着金丝县 顺利地走出迷宫 在那里等着他的 除了有幸存的雅典人之外 还有阿丽雅德尼公主 特修斯不敢确定 等到米诺斯国王知道他把 牛头怪杀死之后 会不会勃烂大怒 甚至不允许他娶阿丽雅德尼公主 因此 特修斯就趁着港口戒备松散的时候 赶快离开 跳上大船 特修斯伸手问公主 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走 公主激动的点点头 就跟着特修斯一行人逃离了克里特岛 特修斯连夜带着大家离开 过程中因为精神紧绷 再加上太过劳累的关系 众人决定在纳克索斯岛上停留一晚 收起船帆 降下船苗 一群人便在岸上随便找个地方休息了 可能是太累了 所有人很快的就睡着了 这个时候 特修斯做了一个梦 在梦中 四周围都是云雾 特修斯根本就没有办法辨别方向 只能够紧紧地抓着宝剑 随时保持警戒 在云雾的后面 他仿佛看到了一尊巨大的神像 接着 一个男人的声音出现 告诉他 特修斯 你不过就是一个普通的凡人而已 配不上尊贵的阿利亚德尼公主 公主早就已经许配给另外一位天神了 你还是赶快放弃吧 被梦惊醒的特修斯 看着睡在他身旁 面容精致的阿利亚德尼 虽然心中充满着不舍 但是不可否认 他确实只是个凡人 又有什么资格反抗神的旨意呢 所以 特修斯偷偷地叫醒其他的雅典百姓 要他们尽量脚步放轻 千万不要吵醒公主 一行人悄悄地登上船只 抛下了阿利亚德尼 离开了纳克索斯岛 强忍着与阿利亚德尼公主分开的悲痛 驾船回到雅典的特修斯 忘记当初有跟国王阿利亚德尼公主分开的线 如果是他平安地回来 就升起白色的船帆 或是他不幸罹难 就挂起黑色的船帆 离开纳克索斯岛的时候 因为非常的匆忙 根本就没有人注意到 当时是挂着黑色的船帆 所以 当特修斯抵达雅典陆地时 就听到埃沟斯国王 以为特修斯过世了 在伤心过度的状态下 从悬崖一药而下的消息 即便接连的打击 让特修斯难以接受 但他还是要打起精神来 因为 还有无数的雅典百姓 正在等着他 后来 特修斯大战牛头怪 米诺陶的消息 传遍了全雅典 他顺理成章地继承王位 成为新任的雅典国王 为了纪念他已故的父亲 特修斯就把埃沟斯国王 跳进去的那片海域 命名为爱琴海 《畅所预言》是十方法界卫士 为亲子共赏 特别企划制作的节目 制作的风格新颖 跳脱以往的绘制手法 画面的呈现更是细腻精致 《畅所预言》节目 涵盖了古今中外的预言故事 希腊神话 还有星座传说等等 不仅适合小朋友观赏 更是亲自共同观赏的最佳节目 您的支持是我们的助力 您的护持是我们的动力 请护持《畅所预言》节目制作 话播账号42274784 顾名十方法界基金会 在古希腊罗马时期 最有名的城邦就是雅典跟斯巴达 比起斯巴达的军事强盛 雅典更能展现出人文艺术的气息 在雅典国王特修斯的带领之下 雅典一步步的走进了民主跟强盛 相传特修斯不但统一了分裂多年的阿提卡半岛 还制定了雅典的第一步宪法 对希腊雅典的历史发展影响深渊 当炙热的太阳高高挂起的时候 阿利亚德尼才缓缓的醒过来 但是当他一醒来 发现四周围一个人影都没有 就连停靠在港边的船都消失了 阿利亚德尼不敢相信 特修斯竟然会将自己抛下 他一边哭 一边沿着海岸寻找特修斯的身影 但是怎么样都找不到 伤心欲绝的阿利亚德尼 心里还抱有一丝的期待 阿利亚德尼不断的说服自己 也许特修斯只是因为有急事要处理 才不得已匆忙离开 等他把事情都处理完了 就会来找我了 他整日坐在海边苦苦等待 希望下一刻特修斯就会来接他 但是期待越大 失望也就越大 特修斯仿佛人间蒸发一样 音讯全无 正当阿利亚德尼公主 哭得伤心欲绝的时候 酒神迪尔尼索斯碰巧经过 迪尔尼索斯看到如此痴情的美丽少女 独自坐在海边哭泣 就对他心生怜悯跟好感 他拿出一小坛酒 坐在阿利亚德尼的身边 阿利亚德尼一察觉身边有人 就不好意思的赶快把眼泪擦干 看着阿利亚德尼红润的脸庞 迪尔尼索斯忽然觉得 那颜色比他这一辈子看过 任何的葡萄酒的颜色 都还要可爱醉人 他顺手倒了一杯酒给阿利亚德尼 温柔的对他说 喝吧 喝下去你就会舒服一点 阿利亚德尼本来想拒绝 但是酒神迪尔尼索斯亲自酿的酒 味道浓郁迷人 让他光用鼻子闻就沉醉了 根本舍不得拒绝 再说了 现在的阿利亚德尼的确是需要大醉一场 暂时忘掉特修斯带给他的背叛 以及伤痛 喝着喝着 阿利亚德尼不自觉的开始述说 他跟特修斯是如何的相恋 护定终身的事情 从头到尾 迪尔尔尼索斯都没有擦嘴 也没有说任何一句关心的话 他只是安安静静地坐在阿利亚德尼的身边陪伴他 但是阿利亚德尼仿佛得到了巨大的安慰 心情也畅快许多 在看到阿利亚德尼释怀的笑容后 迪尔尼索斯才开口说话 这位美丽的姑娘 请你别再为了不值得的人哭泣 她不懂得珍惜你 是她的损失 请你看看在你身边的人吧 我是酒神迪尔尼索斯 你的痴情与真心打动了我 我想娶你作为我的妻子 希望你能够答应 想了很久 阿利亚德尼才答应 高兴的迪尔尼索斯 马上拿出一顶精致的皇冠 带到阿利亚德尼公主的头上 在酒神跟公主结婚以后 纳迪皇冠升到了天空中 变成了北冕座 成为他们爱情的见证 故事中 阿利亚德尼曾经在特休斯 勇闯迷宫的时候 送给她一颗金丝球 西洋文冠里有一个名词叫做 阿利亚德尼的线球 是指当人们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时 应该要想办法找到线索 然后再寻线找到答案 和解决之道的意思 伊尔是和神的女儿 她不仅是一个心地善良 青春漂亮的仙女 还是天后赫拉神殿里的女祭司 容貌漂亮的伊尔 当然逃不过风流的宙斯的手掌心 为了要得到伊尔 宙斯常常来到赫拉的神殿 但是因为伊尔很注重贞洁 所以她一直拒绝宙斯 越是得不到的就越吸引人 所以宙斯只要一有空 就会跑来找伊尔 希望能够打动伊尔的芳心 久而久之 嫉妒心很重的赫拉 就发现了这件事情了 虽然赫拉非常讨厌宙斯的多情 但是宙斯毕竟是身份尊贵的天神之王 赫拉也不能够惩罚她 所以赫拉就把怒气都发在无辜的伊尔身上 赫拉剥够惩罚她女祭司的职务 即使知道赫拉已经盯上自己跟伊尔了 仍然交不惜宙斯对于伊尔的爱恋 有一次 伊尔在草地上帮她的父亲牧羊的时候 宙斯忽然出现 为了不让赫拉轻易地发现自己的踪迹 宙斯就化身成为一团又黑又浓的云雾 围绕在伊尔的身边 伊尔奋力地拒绝宙斯 但是她越拒绝 这一团云雾就靠得越近 逼不得已 伊尔只好冲向前方的树林里去躲藏 不过宙斯依然是不放弃 她紧追在伊尔的身后 最后整团云雾都缠绕在伊尔的身上 在奥林帕斯山 四处都找不到宙斯的赫拉 察觉到有异样 往人间的方向一看 就看到在天空无比晴朗的状态下 居然有一团浓得发黑的云雾 聚集在一座树林里 心存怀疑的赫拉 挥手招来一朵云 快速地赶往树林 当宙斯感应到赫拉的气息后 赶快将躺在自己怀中的伊尔拉开 然后施法树把它变成了一头母牛 当赫拉赶到的时候 只看到宙斯坐在一团乌云上赏花 旁边还有一头很可爱的白色母牛 因为这一头牛实在是太漂亮了 不自觉地就让赫拉想起被她赶出神殿的伊尔 赫拉越想越觉得不对劲 喜爱美女的宙斯 怎么会无缘无故跟一头母牛坐在树林里 欣赏风景呢 赫拉的心里隐约已经知道答案了 但是她也没有当场让宙斯难看 只说自己很喜欢这头牛 希望宙斯可以把这头牛当作礼物送给她 宙斯万万没有想到 赫拉居然会这样做 虽然宙斯非常的舍不得 也知道要是伊尔落入到赫拉的手中 日子肯定会很不好过 但是宙斯实在是想不出任何可以拒绝赫拉的理由 宙斯不敢看向泪影银筐苦苦哀求自己的伊尔 她狠下心来把母牛推到赫拉的面前 看着宙斯的反应以及母牛难受的神情 赫拉可以很肯定的说 这一头牛绝对不是寻常的母牛 把被宙斯变成牛的伊尔带走之后 赫拉就派自己的得力助手 白眼巨人阿尔戈斯负责看守 赫拉不相信 在阿尔戈斯的手下 伊尔会有办法逃离这一片广阔无边的草原 她在离开之前 凶狠地盯着伊尔说 你要是乖乖肯听我的话待在这里 等到宙斯彻底对你没有兴趣之后 我或许就会放你自由了 但是你要是敢逃跑 我就让阿尔戈斯把你吃掉 你听懂了吗 伊尔非常害怕赫拉的诠释 浑身颤抖一直点头 后来伊尔趁着白眼巨人阿尔戈斯 在打刻睡的时候 想偷偷地逃走 但他才往前没几步 就被阿尔戈斯抓住了 原来有100只眼睛的阿尔戈斯 即便是在睡觉的时候 也不会把全部的眼睛都闭上 会睁开一只眼睛观察四周 想知道更多的精彩故事 千万不要错过下一集的唱所预言 我们下次再见 唱所预言是十方法界卫视为亲自共赏 特别企划制作的节目 制作的风格新颖 跳脱以往的绘制手法 画面的呈现更是细腻精致 唱所预言节目 涵盖了古今中外的预言故事 希腊神话 还有星座传说等等 不仅适合小朋友观赏 更是亲自共同观赏的最佳节目 您的支持是我们的助力 您的护持是我们的动力 请护持《畅所预言》节目制作 话播账号42274784 护名十方法界基金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